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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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高兴 东华仔细反省了一下自己平时是不是亏待了两个小孩 怎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区区 凤九对东华的话表示出强烈的震惊 然后一副发现了夫君四藏了小金库的狡黠笑容 用眼神质问起东华 东华看着凤九逐渐变味的神色无奈的笑笑 解释道 那天替墨渊调息 说了些爆炒 你到底说了人家什么 少婉的私人藏宝格 东华想想就觉得开心 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对凤九而语道 他的藏宝格可是有一个魔宫那么大 墨渊少婉的婚宴在一片祥和喜乐的氛围下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东华嘴角一直挂着笑语 看着顶着红盖头的少婉 眼里浮现的都是当年凤九嫁于他似的模样 凤九望着正在拜堂的墨渊少婉 真心地替二人开心 他们走到今日也是不容易 拜堂完毕 墨渊抱着少婉回了内饰 掀开少婉的盖头道了句 晚晚今日真美 少婉娇羞的一瞪 回问了句 只是今日美 墨渊求生欲极强的一边替少婉换进酒服 一边狗腿的奉承 是我说错了 晚晚日日都是美的 少婉配合着墨渊替自己换完了衣服 替墨渊理了李喜福的尖秀 嘱咐了句 一会儿少饮些酒 气幕逞强 墨渊点头音下 拿起一坛酒 又将两个早就准备好的酒中端起来 递给少婉一只 默契的对视一眼 重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依着魔族的规矩 婚宴上 新婚夫妇要挨州给宾客敬酒 但墨渊少婉身份 毕竟在那里摆着 自然没有屈尊去给小辈们敬酒的道理 只是立在高材上 摇摇地对着众仙魔象征性地敬了一杯酒 便回了主作席上 东华 我觉得按魔族的规矩办的婚宴 还挺热闹的 凤九看着站在众仙魔面前敬酒的少婉墨渊 端起酒杯饮了一口 对东华评价道 东华倒是没有端酒杯饮酒 一副少碗摸冤进的酒 与他无关的模样吃着菜 听到凤九的话 加了一颗虾仁给凤九 道 我们的婚宴不比这好 我们婚宴那日 我只记得我在那店等你回来 哪有这般又趣 凤九反驳 然后笑着看向滚滚 还记得你夫君喝多了酒 吃你的醋吗 滚滚点头 看笑话试得看向东华 东华没有说话 笑着给丸子加了解语 又给滚滚加了个肉丸 慈爱摸摸滚滚的头 东华 就在一家人说话的时候 少婉定着墨渊 已经站在了东华面前 东华抬头 看向二人 心领神会的拿起空的酒钟 抬手将酒钟递到二人身前 没有说话 少婉很配合的 从墨渊手里结果酒坛 给东华蒸酒 然后看看凤九的酒杯 顺手将凤九的酒杯蒸满 墨渊也没闲着 已经将自己和少婉的酒杯蒸满 见少婉将酒坛放下 默契地将酒钟递到少婉手上 东华 谢谢你 少婉说完 仰头将酒一饮而尽 墨渊跟着少婉将酒饮尽 东华见少婉这般举动 起身 微微回敬了一下 也将酒饮尽 然后看看这凤九咕咕咚咕咚地跟着自己将酒饮尽 担心地道了句 饮慢些 少婉趁着这个时间 已经重新将四个人的酒钟倒满酒 再次对着东华道 这一杯 信你当年救我一命 你的命是母神救的 东华没有饮酒 若非你替我读修为 我怕是坚持不到母神到来 少婉笑着道 然后声音突然有些哽咽 听凤星说 当年我去后 你为了替我讨说法 做了很多事 我们是朋友 东华微微皱眉 没想到今日少婉回这般感性 打断了少婉的话 毕竟是大喜的日子 有些话不适合今日多说 于是举起酒杯 将酒一饮而尽 过去的事 不必多体 喝酒吧 少婉平复了一下情绪 将酒饮尽 墨渊听到这里 心里一时有些瑟瑟的 跟着少婉将酒吞下 凤酒欲跟着继续喝酒 被东华拦下 这酒性烈 还是少喝些 少婉也对凤酒笑着劝道 小凤酒别跟着我们喝了 你年岁小 喝些果子酒花酒还好 这档子成年烈酒 还是不要多喝 凤酒乖巧地点头 换了一杯果酒饮尽 少婉继续为东华蒸酒 然后端起自己的酒杯 这杯酒 仍旧是谢你 我知道 那次上了莫冤 虽有算计我的阴谋在 但也是为了替我出气 还有今日 我虽欺你欺负我家莫冤 但还是蛮感动于你为我说话的 客气了 东华又一次将酒一饮而尽 少婉再次蒸酒 却没有再说话 而是推了推身边的莫冤 莫冤端起酒杯 对着东华开口 我能追回少婉 多亏有帝君相助 得也不想帮你 那何少婉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东华端起酒杯回进莫冤 好好带少婉 莫冤郑重点头 然后就见少婉第五次蒸酒 东华拦了一下 这酒性恋 你们一会儿还要 别喝多了 最后一杯 少婉执意将酒给三人倒满 看了看凤酒的杯子 最后不顾东华制止的眼神 还是给凤酒倒了一杯 你想说什么 少婉端着酒杯笑着叫了声 兄长 东华一愣 你说什么 听不懂话 想让我多叫一声占我便宜啊 少婉习惯性的回对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